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5仔 今天這條新片就要討論肥娃分手 哇 五仔在一個星期內已經討論過很多宗分手事 婚愛情 離婚 現在這宗就是分手事 雖然不是什麼新聞 但是肥娃的IG寫了千字文說他當時分手的情況 有些網友質疑了 其實他們分手已經分了成年了 為什麼成年才公開這個分手的原因呢 究竟是女事主現在受了一些壓力 還是她將會有一段新的戀情曝光呢 這個不得而知 但是網友就是這樣猜測 這件事就非常震撼 因為又是渣男人 五仔在這個星期內已經處理了很多件事 細鬍 很多這些塗色東西 我發現原來娛樂的新聞大部分都是跟感情有關的 其實很壞的 這些東西不應該拿來當是娛樂的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是關注藝人本質的娛樂事業 但是他們的家事 他們的私人東西 往往就變成了我們主力討論的層面 我自己就甚少把這些感情事放在台面 和大家分享 社會這麼多人拿自己的生活和大家分享 其實可以說一點點就是 一開始你選擇把你們的戀情曝光 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什麼事出現了 其實我覺得是傷得更加痛 因為很多人一起看你開心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一起看你傷心 那件事是多了很多不必要的傷害 兩個人一起 有時候的東西兩個人知道就可以了 開心傷心都是兩個人的事 那你當涉及了第三者 甚至現在是說全城 全香港的網民都關注著這些事 那壓力我相信都是非常之大 那我們看一下肥娃這個分手的事件 他自己IG貼了什麼文 肥娃就是這樣說的 鋪了一張黑圖 他就說 曾經我一直最想保護的人是你 多少流言飛語 我通通逆來順手 但傷透我心的人都是你 一直都怕輿論的我 今天想為自己平反一次 以及不想有下一個受害者 包括我的觀眾和讀者 你和你身邊的朋友在我背後議論紛紛 誣衊我們分手的原因 是我對你不忠 我出軌 你怎能把自己的原因直接套在我身上 我夠膽說我對每一段感情絕對忠誠 沒有出軌 沒有無逢接軌 甚至和你一起的日子 和別人曖昧聊天都沒有 直到宣佈分手的那天 我對你仍然百般偏坦 沒有說過你半點不是 生怕影響到你的好形象 不認識我的人怎樣輿論我 我不介意 但那個人為何會是你 2012年我們正式一起那一年 那個時候你就開始不停地出軌 這八年間找不同的Sex Partner和不同的女生曖昧 當中包括觀眾你的同學 以及你口中素未謀面的那些女生 但事情最終在八年後揭發 一開始你那一面無辜的嘴唸還反責我誣蔑你 直到證據擺在眼前 你不得不承認 就連包庇你八年的兄弟都不想再偏坦你的時候 你還滿口謊言的嘴唸 回想這八年的日子 真是越想越嘔心 此鋪只會停留掃天 從此希望所有事情告一段落 最後希望不會有下一位受害人 包括我的觀眾 謝謝歷一路以來的支持 看到這篇影片下面很多熟悉的面孔都留了而言支持 有南美、小影、Kimi、Odi 很多熟悉的網絡人 波仔 他們都是表示支持肥娃 看到這件事就非常 甚至在感情界來說算是 在這裡的片面支持 就幻想到一個畫面就是 男女分手 但是分手的原因 男方就一直在跟他的朋友 或者周圍的人說是 女方出軌 女方現在就極力去澄清自己的流言蜚語 最慘的是 第二個說是無所謂的 這件事 最慘的是被當事人 即是他的舊兒這樣說 他就說到他的舊兒一直以來就跟很多的 Sex Partner 不同的女生曖昧 當中包括 觀眾 他的同學 以及 他口中素未謀面的那些女生 這件事真是很可憐的 正所謂在這裡吃就不要在這裡窩 你說在這個圈多不多人吃粉絲呢 我覺得是非常多 而我所接觸過很多的網絡人 五仔以前口中提過的 沒有提過的也好 他們也曾經有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很多Youtuber 廣為人知廣為熟識也有過這樣的行為 五仔曾經在影片上也透露過 這些行為真的好難不遙得 其實 吃不吃是不要緊的 因為如果你是真的跟一個女生 真心相愛發展下去 你是負責任 OK的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那些女生是你的粉絲 是你的觀眾 他們是 好像見到明星 是一個知名人士 往往有一種感覺 就是給你這種 名氣所吸引到 但是你 吃完之後你是不愛 你是跟著告訴別人 我們是性伴侶 我不相信一早就說明 我們是做這件事 我覺得當中有一點 一定是騙騰騰 而他說到 多名的觀眾 多名的同學 男人來來去多那幾招 我跟我老婆都沒有感情 跟女人都沒有感情 我認為你真的很特別 製造一種相逢恨晚的 感覺出來 可能不是每一個都這樣 但你別說沒有 小蘇還是用這招 正所謂 可能有些真的 會惹惹惹惹惹 有些女生比較開放 惹惹惹惹惹就行 我相信 有些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用這種感情的 藉口 這些事也不能 其實我很少看 這個肥蛙的Youtuber 我對他又不是太了解 但見到他有二十多萬訂閱 他跟他男朋友之前那個希哥 之前也一起拍片 應該那個男生就沒有女生那麼famous 那就更糟糕 拿著自己女朋友的名字 然後出去到處吃東西 這件事讓我想起許智安 其實就不可以完全相比 因為許智安本身也有他的名氣 他也是一個經典的歌手 但又是的 女生比較紅 給他吃的女生其實也有一種心態 就是說我吃過肥娃的兒子 這次很厲害 這個世界有很多八婆 是的 是有的 我想說這些事是發生過在我身上的 不是說我吃過別人的女生 是有人吃了我母子的女生 然後表示覺得很威風 是有這些事發生過的 在曾經 但是男生的世界 綠帽不怕戴 最重要是脫得快 所謂的情敵 你有這個心態 吃過母子的女生很威風 我屌你老闆 是給你 我不愛的 是你的 是你的 以後是你的 不要再說這個是母子的女生 OK 我是會即時斬攬 我不想你拿著這隻虛榮心 然後覺得你贏了我 我想告訴你 這件事我也是不愛的 他給你吃 代表他已經不愛我 他不愛我為什麼要愛他呢 斬就斬都很缺絕 你不用想著回頭做什麼做什麼 沒有可能 沒有人可能 但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我的處理手法就是這樣 但是女生有時候 唉 始終你說多次這樣 看得出那個兒子 到現在都是用一招 老蟹都不認 老虎蟹都不認 看到那個希哥的聲明 感覺上都不認 他的聲明說什麼呢 又是一個黑圖 又有萬多個like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 那希哥就說 那個希哥就不是我那個希哥 他就說 我承認在過去的一段感情內 我確實犯了錯 我已就過去犯下的錯誤 向娃姐認錯和道歉 認錯和道歉 別人原諒你這件事 沒有做過的 並不想再作回應 傷害任何一方 雖然幾年前的出軌 並不是我們分手的原因 那就是有出軌 但是他說出軌 不是他們分手的原因 你單方面想 那些男生認出軌 然後女生會原諒他 就是說結婚 可能很多事情顧及 然後原諒我老公也不奇怪 但是你說 男未婚女未嫁 你在這種時候 你都會選擇去出軌 你別說這些不是你們分手的主要原因 你比了100個女生 99.9個都說一定是 現在那些女生很介意 這樣被人錄了 他們都覺得這些是綠母 所以我覺得這是南方的片面之詞 所謂希哥的聲明 他說 但作為半個公眾人物 我必須承認責任 我確實是傷害了娃姐 這個不用說 肯定是 他說我要衷心向娃姐 和她家人身邊的朋友 和大家道歉 令各位失望 對不起 現階段已經不想說太多 分手已經一年了 希望雙方都可以過自己的生活 我會深切反省個人的品行 希望各位原諒 其實各位原諒也不關人事 她所說的角位可能就是娃姐 她家人等等 但是她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那男的我們通常有個法則叫做減三倍 通常那些男生說我拍過三次拖 其實她拍過一次拖 那些男生說我和三十個女生發生的關係 可能她只有十個 那這個就減三倍 這是通常男生狡辯的法則 你看到現在這篇文章 她也不是很認錯 她夠膽死說幾年前的出軌 並不是她們分手的原因 這是你單方面認為而已 她說吃過很多女生 那些 其實這些不道理不認 如果你說沒有 那你就說出來說沒有 但她只是說 沒有做過的 不想作太多回應 我覺得不是 如果沒有的話真的要回應 如果不是整個網絡界 是整個網絡界 所有見過你的樣子 知道你叫希哥的人 全部都會認為你是吃你的班眾 吃你的同學 如果這些沒有做過 是要澄清的 但是我自己看回這兩位男女的文字 我覺得整件事是 女生受了一個很大的傷害 還要身邊現在 是不停有人在說這些事情 而那個犯錯的人是那個女生 我看那個女生的文字 我估計劇情是這樣 所以她才受不了信 為什麼要爆你呢? 都過了成年了 老實說 伍仔之前處理的感情事 就處理得非常好的 甚少 這個世界唯獨只有一個 一年之內我都不原諒她 伍仔剛才也說過什麼原因 但現在我覺得還是沒事的 過了就算了 但是你看一年了 依然這樣講對方的不是 那代表這個傷害真的很深 那真的 喂八年了大哥 多少個人拍拖有八年了 多少人拍了八年拖都不結婚 剛剛之前看阿Lo 一年都結婚了 很多人三四年都結婚了 八年浪費了這個女性的八年光陰 還有呢 在她們的戀情期間 那個男生是有偷吃的 她自己也承認 那這些已經是 可能對的事情了 其實一對男女相處了八年 如果當中不是涉及很多的謊言 我不覺得是會換來這麼大的反擊 一定是當中涉及了很多謊言 除了是你騙她之外 還要是分手之後 看別人身邊怎麼說那件事 男人 你跟那個女人散了 你都沒有必要去到處唱 那個ex 說他之前做過什麼 那我相信這個男生如果說謊 就不是向她的男生朋友說的 如果是就更加仆街 但我相信就不是的 因為男生朋友 你是什麼人 你的朋友不會知道嗎 一個吃這麼多女的人 你會收起來 不會懸要嗎 不會的 那些朋友知道你是什麼人 如果朋友都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還要屈勾自己的ex是這樣的 那些ex是沒有做過 那就真是極仆街了 但我相信這個謊言 可能她是跟其他女人說的 你知道的 那個希哥可能也要賺錢 你分手之後 她就去feat別的女兒的時候 那些女兒會問 你是娃姐以前的兒子 為什麼你們會分手 我那時候也不想的 因為她什麼 那當然是傳呀傳呀傳 傳到別人耳朵邊 別人過了成年才會 將事情說出來 吵架你大鑊 別人怎麼會這麼生氣 你跟自己圍內的朋友說 圍內的朋友不會跟娃姐說 肯定是混誰的女兒傳呀傳 這個認識那個認識這個 你也知道這個世界 是很容易認識到 你認識那個人的嘛 你認識那個人 他有認識的 你也不認識 分分鐘追了他的朋友 你也不認識 或者追了觀眾 或者那篇文章所說 追了觀眾 觀眾就最無定向了 你以為 你跟他聊兩句 你認識到他 追了他嗎 然後轉個頭 別人會DM那個娃姐 告訴他 還給他聽 你以前的兒子 這樣說你 那別人公開就是 就是這樣 整件事 很簡單 如果真是壞了 你不認識 別人到時再寫一些圖 又說沒有這些 你看這些圖 說這些 說我媽媽的 別人說明 有些證據 有時候的事情就沒有 不能 要不然 如果真是光明正大 就解釋 沒有啊 沒有做過啊 沒有做過 最慘的 我看得出這件事 肯定就是 有人告密 有第三者 將這些事情 有證據 告訴那個女方 然後女方 才這麼生氣 老實說 都成年了 成年有什麼生氣 扔不下 就算扔不下 老人喜歡 都不是在網上 再說出來 然後說 我以前的樣子 吃這個吃那個 一定辣到女兒 很生氣 才會這樣 分手成年 再煮你 所以我就覺得 男人 很麻煩 但是你說 怎麼吃得 好像是病態 才行 人家說得 這麼多層面 你說觀眾 在這裡吃 在這裡窩應 就對了 最慘的是現在的情況 是本身的兒子 沒有那麼多東西吃的 但是因為 Youtube有一個知名度 好像是黏了一條女兒 有一個人氣 然後就讓她 好像自助餐一樣 情況有沒有那麼嚴重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就這樣看娃姐那篇 說得就說 觀眾 同學 甚至是素未謀面的女生 就這樣說了三件 但是她那個不是三件 是三個類型而已 不是一個觀眾 不是一個同學 不是一個素未謀面的女生 所以你說 現在的都市人 做什麼鬼呢 做這些事情就太不小心了 但是其實 如果本身是一個壞男人 壞男人 這些人 離開了自己 其實也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 喂 豈不是不用提心吊膽 又怕她對自己不忠 你走開走壞 你又不知道她腦子去了哪裡 雖然不用想了 肯定是 你都說到 整天偷吃的 整天找東西吃的 你一有什麼事走開 就一定是走了去做 那些多人運動 秘密運動 這樣的 所以就說 這些計時炸彈 早飛早著 這個世界不是說沒有 專一的人 男也有 女也有 但是就要慢慢找 而且我真的覺得 這時候 兩個人的感情事 都不用說 用來放上網 跟大家分享 好像 我看她也是一個 做圖詞 手工 畫畫 那些YouTuber 那些都要把感情放在地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不是有需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有時候 留一些私隱給自己 到最後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些事情都不用放上桌子 跟大家分享 避免自己因為這些事情 會傷得更加深